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脸RNG 我们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随着电子商务啊 线上购物越来越风行 很多人会到网路上购买中秋礼品或者是商品 不过今年网路市场当中 到底有哪些商品是最热门的呢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 网路购物的业者爱河购的总经理 刘静豪刘总经理 来为大家说明一下中秋网路购物消费的一些趋势 还有变化 总经理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总经理我们大家非常好奇 您是网购业者是进行做这个团购的部分吗 那有些听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团购 你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我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最近这几年网路团购有点被混淆了 因为从三四年前 美国Glupon的团购模式兴起之后 可能对岸或是台湾的民众会觉得 网路团购就是Glupon模式的团购 那爱河购团购 其实是很特别 你可能要十二盒才免运购 量要够多 对那你不可能自己就买到这样子的量 对 这样等于是我们跟亲朋好友 或者是跟同事大家 咬咬咬一起来凑一团 然后一起来合购这个东西 那总经理让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说 合购在我们台湾开始兴起的话 主要的它有哪些成功的因素 其实台湾的合购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那网路合购会兴起 当然是因为已经最近十几年网路很发达 那刚好我们是在2007年成立的 那时候刚好隔年就是金融海啸嘛 那大家就为了省钱 然后就会上完去跟陌生人一起来合购商品 对那因为它真的可以省到不少钱 而且据我们观察它是真的是最 用最便宜的最划算的方式来买到任何的商品 那参加人数跟这个市场量 大概是呈现一个怎么样一个状况的成长呢 其实像我们2007年开始 然后2008年就大概到5000万 然后2009年就大概到2亿 那2010年最近就大概到10亿的规模 这个金额这么大表示呢 这个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多样化吧 那我们谈一个非常应景的 我们先来谈像今年中秋的话 会有这些主题性的商品 已经非常抢手了吗 有没有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目前来讲今年很特别 其实到现在大家都已经买的差不多了 对那当然最主流应景的就是 不外乎文蛋月饼 然后在台湾来讲就是烤肉的商品 对那只是在台湾今年有个趋势 可能是最近物质比较高 所以反而那些比较高档的月饼 反而比较不好销 比较好销的反而是一些评价 CP值比较好的商品 对那这边来讲 我有去抓我们八月份最畅销的排名 那其实我们去年 今年八月份最排名最热门的是一个月亮虾饼 因为月亮虾饼也可以烤 烤月亮虾饼 对很特别 那像海鲜也是最近很热门 像鸡腿排 那在台湾现在可能烤肉是中秋节 几乎必备的活动 最近还看到一个节目 他要烤一个外国人说 哪一个习俗不是正确的 然后那个外国人以为中秋节烤肉是 很流传很久的习俗 这是蛮特殊的 那这些除了这个应景商品 刚刚您讲的有这月亮虾饼也是蛮特殊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商品 没讲到 以中秋节来讲嘛 其实中秋节现在送礼也不一定送月饼 像他也会送一些比较有名的 网路热门的团购商品 像我们今年一个团购第一名的 就是亚尼克的生乳卷 它就是一个像波士顿卷 可是它里面是包那个 日本北海道进口的鲜奶油 那吃起来就不油腻 那他现在也会用那个来送送礼这样子 所以送礼就越来越五花八门 不局限说就只能收月饼这样子 那么越来越五花八门 到底是这个买方会去带动你们的一些创意想法 还是你们要去满足买方的各种不同的需求 其实商家都很聪明 商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创意出来 那我们算是一个平台 那很多商家就会来跟我们提到说 今年中秋节他们自己组专成了一个礼盒 可以来做送礼用 那今年另外一个趋势是可能烤肉商品 就越来越是懒人化 可能厂商都会把它包好烤肉夹 帮你配好那你就买一个组合回家烤 比方自己去带卖场啊 去什么自己采购很麻烦 因为现在人也比较忙碌嘛 所以这个中秋送礼哦 大家送月饼送酒了 想换换口味 然后还有另外随着这个大家觉得 好像现在越来越方便是更方便的话 我就干脆买一个整个set整个包装好的话 这样就不用想去太多麻烦 不像以前早期购物的话 要跑好多地方 现在是one stop shopping 就一站就够足了 总经理那您这样经营这段时间来 你有没有看过或遇到过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商品 让它是意想不到的部分 其实特殊的商品真的很多 像我们曾经在我们爱合购平台上 大家一起合购的 还有像医美的服务 医美的疗程 那当然因为后来也有被禁止了 后来有说医美的产品是不能团购的 因为有促销的行为 那现在还有环金回收的产品 对然后甚至像房子啊车子啊 然后更离谱的 还有零骨塔的业者要来上来帮上手 那当然最后没有合购成功啦 因为大家对于那些还是有些忌讳 只是很多商品都是会陆续在产品上 平台上出现 那很多意想不到我们上去卖的比较好 可能像包子、馒头 对这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我是去实体店面买 我怎么会需要去网购 可是网购就现在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发达 几乎任何商品 其实都是可以在网路上找得到的 像面包店的面包 也都在我们上面卖得非常好 可是以面包来说 它的新鲜度要够诶 像这个在专业的相关的配套的 这个要怎么样去面对 可能以太后来讲毕竟它的区域比较小 几乎当天都可以配送到 而且冷冻冷藏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这也是这几年为什么美食的团购可以这么热门 就是因为搭配的物流系统它是很完善的 所以整体说起来 以美食是不是团购是最大宗的呢? 对以合购来讲美食大概占了我们近八成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运费成本比较高 那大家一起买是可以省下那个成本 那加上美食你不太会一个人就买那么大量 因为你也吃不完 它也有期限的问题 所以整个合购的话 它也有一个整批买的话会比较便宜的这种 所以整整的优势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如果说比如说我找合购团体的话 那我收到这个货我是这个出来订购这个人的话 带头这个人的话 那我收到货之后 我怎么样把我这些货分给当初跟我一起合购的人 这是很特殊 就在我们爱合购平台上你参加合购的话 其实你会需要跟这些人见到面 他们说我们的发钱叫做主购 他可能会约在他家 或是约在比较捷运站 然后就发货给大家 这样就是大家都省掉这个运费了 那当主购当然它有一些好处 可能我们厂商会多送他一份 例如买时送一样 这算服务费 然后他带头大家联络大家 其实也很辛苦的 好那我想谈到这边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想听众朋友也可能非常的好奇 那么在台湾的网路团购这几年 会如此的兴盛 这么的受到欢迎 一定有他的这个环境大环境的因素 但是要怎么买 还有听众朋友也许买到什么样的商品 也许有不同的经验 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订阅中秋佳节两岸礼品比一比 今年网路上哪些中秋应景商品最热门呢 9月1号星期一晚间6点到7点 进行的两岸ING节目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畅谈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播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可以播02-2885-3003 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 欢迎您事前将姓名地址联络电话 记到两岸ING电子邮件信箱 ing at rti.org.tw ing at rti.org.tw 主持人将打电话给您 而你也可以利用QQ即时报名或表达意见 两岸ING节目的QQ码是 147-471-7400 147-471-7400 两岸ING期待您的参与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很高兴邀请到爱河购总经理 刘庆豪 刘总真理 来我们说明一下中秋网络的一些消费趋势 是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节目呢 持续谈这个发烧话题 当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有关购买中秋礼品的经验 网购当然非常欢迎 当然也有些您个人非常特别的 这个有关中秋节的 要准备礼品的相关的经验 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参与 那么听众朋友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另外也可以通过QQ即时表达意见 两岸只有QQ码是1474717400 1474717400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请教 刘总经理来帮我们分 从我们拉长来看的这个趋势 您可以比较一下 今年台湾在网购市场 包括这个中秋档期 跟往年的话 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一些发展趋势呢 了解 我觉得最大的趋势 趋势真的就是评价化 然后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商品的CP值高不高 就是它的性价比 大家都希望用最划算的价格 买到最好的东西 对 所以一些评价 然后又很体面的商品 就卖得非常的好 对 那这在台湾或是在 我在大陆天猫的观察 都是雷同的 好 我们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这是位在辽宁的学行厅 有要打电话跟我们分享 你好 薛先生你好 你们好 谢谢 你有在网路购物的经验吗 应该有经验吧 对 因为我是一个男生 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所以说我的义食住行 大部分的都是在网路上购买的 大部分在网路上购买 那是到十里店铺买太花时间 还是说在网路购物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些便利呢 因为在网上吧 你看吧 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供你挑选 可以比较 不用到那个商店里面啊 人家会问你啊买不买啊 或者说你挑的时间长一点 他会给你脸色看 会给你甩白眼 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在网路上 我觉得服务特别好 一方面忙 但是这个就很方便 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吧 像刘总刚刚说 其实省了一些可以买到很实惠的东西 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这种价格上应该来说也是非常实惠的 像我们同事啊 有一些女同事就经常他们因为买服装嘛 所以他们会到商场里面 他们会把那个商标啊 会把那个型号什么记下来 回来在淘宝网上用一比较啊 在金融商城或者在那个网络上 那个平台上面 你看 哎呦 便宜好多 所以才会市场越做越大 那今年的中 我觉得将来这种网络购买 我觉得是一种趋势啊 像最近我就在那个大陆那个什么 马上要过冬秋节了嘛 对 现在那个月比较是唱主角的 在网络上 因为前段时间 因为我妹妹就是做那个 做网络平台生意的 她说有一天销售月比 那么会低价甚至赔钱 现在要很多很多人买 然后她那个台面靠在前面以后呢 她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了 一点点涨上去了 所以我前段时间就是买了好多好多月比 都是非常非常廉价的 所以我觉得哎呦 甚至连包装都买不来了 好 非常谢谢 我们聊你的学行厅有跟我们分享你的网购的经验 刘总 这位学行厅有说他能够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 其实谈到这个价格这么的优惠 其实就你们这个平台来说 会不会有跟店家这边会有这种价格的 比如说会有低价竞争的压力 店家会不会反映像这个样子 基本上平台之间都有默契啦 我们也不想破坏掉厂商的价格 因为大家还是需要有利润的 因为赔钱卖可能就像刚刚那个Coin的听优 到最后他还是会慢慢把价格拉抬起来 那其实这边来看网路当然它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很容易比较 你可以上马上一看哪边卖的便宜 那我们可以马上来做比较 那你也不用出门 那加上我的观察是可能 因为大陆并进区域比较管 那如果你不能返乡或回家 那你至少可以直接在网路上就买个东西就送到家了 你也不用自己亲自送你它之类的 所以这整体网路发展加上物流现在也快速发展 让整个这个产业越来越扩大 是 不过这个品质方面怎么样去确保它的可能是完整 或者是说让消费者满意 目前为止公司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目前来讲其实厂商的品牌很重要 基本上厂商品牌知名度本身就会有些知名度了 因为平台也不是自己说去单制造商 其实我们是去找一些有名的品牌来上面做销售 所以品质上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那再加上刚刚一直强调 其实物流的系统其实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基本上损坏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好 好 刘总监我再另外请教您 您帮我们观察一下 您觉得大陆在最近他们网路上发展 有哪些趋势是我们要来特别关注的呢 是 应该说大陆它电子商务的发展 已经比台湾走得快了 像我自己观察像在冬秋的短期 天猫已经可以卖酒 卖一些酒品已经是很大宗了 可是在台湾目前 酒类的商品还是不能在网路上贩售的 对那比较特别是他们还会卖一些保健食品啊 然后茶的礼盒 感觉就是比较是送礼要送回去给父母的 对那像台湾可能大家都会抢车票嘛 因为大家都会家传言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 广东的省信听友 你的电话 你好 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您个人也有网购的经验吧 有啊我现在就是个台湾卖家 我都开那个网店了 哦自己也开网店 哦自己开网店 我自己这几段时间开的 哦那经营上的感觉 跟你当初预期的时候有什么 有没有很相似吗 还是有一些差异呢 嗯网店还是没那么好做 刚开始前期很难做起来 哦刚初期的时候 那竞争也比较激烈嘛 我相信这广告是不是 其实以后一定会有发展 所以我就也必须建筑这样子 嗯哼哼 因为刚开始开那个信誉不够 人家不怎么相信嘛 哦要有信誉就对了 要有信誉对 也要累积这个知名度 那怎么样呢 你还说一说 你还说一说 我说我先只能在自己熟人圈里 打广告叫熟人来买 买的不够信誉度就高了嘛 哦慢慢累积这样做起来 是是好 好 好谢谢这个广东的省信听友 来讲他也本身经营这个商店 哎那刘总您可不可以给一些业者 或是一些听众朋友 如果他想要投入这个网路购物的这个领域 来开店的话 你为什么有些建议呢 好基本上网路开店现在也是很竞争的 其实他已经不是说任何人插进来就可以马上做起来 嗯对 所以你真的是要先确保自己的产品是有一些特色的 哦对 你不要人家一买了买到了之后就觉得 哎这产品不好我之后就不再卖了 因为你能不能长久经营下去 其实还是看回购的 回购率啊 嗯对 你能回购大家回购几率高 你才有办法长期经营下去 对那如果你产品好 你一开始可以做一些行销做一些可能是比较低价试词的活动 对让一些听众朋友去消费者买到你的产品 对所以产品品值还是的确还是最基本的 嗯对 那么从开业到现在 那刘总你觉得在整个趋势好像都蛮看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们目前也没有面临到一些 未来再拓展市场上的一些新的问题或挑战呢 嗯目前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来讲 以网络合购这个区块其实已经有点饱和了 嗯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发展的就是 呃办公室合购这个族群 对我们那希望让办公室合购的这些 有在合购的呃发起来 知道说来我们爱合购平台来买 是有一些优惠的是更优惠的 嗯嗯那我们也提供这些发起有很多现金回馈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制度 他如果帮同事们买到 可能一个月买到10万块 他就可以拿到将近4300块的一个现金回馈 哇这整体的促销好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电话 是台北的黄呃黄姓廷有 黄小姐你好 喂 你好 你好呃黄小姐你有在那个网路上购物的经验 或者是你今天中秋在网路上购买什么样的东西吗 喂黄小姐有听到吗 我听不到对你听得到我的声音 我听到您的声音我听得到您的声音 那您本身今年有没有在网路上购买一些中秋的印景商品或礼品 或您曾经在网路上购物的 跟周杰是没有但是我一直都在网路上购物 然后就是不然你买少的话就只有家用费 这个是自己要批收的 不然的话你就是必须要买很多到最后 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就是买很多 然后又用不到就是要再送别人 等于要找到一定的这个顾客群或是分配的人才可以帮一起来销售 合购这样才可以比较省 但是你通常不会去再揪以前最早是揪揪人脉 所以现在有有这种是从来自公文局之后 就你就是算完买 但是你就是要买很多 不然就没有 好非常谢谢黄小姐提供您宝贵的意见 刘总经理那有没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 譬如说我要买很多的品项 但我买不了这么大量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说我点了十几项品项 他一起寄过来也省运费这种方式的 目前往路消费 目前来讲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比较有机会办到 因为他们有做宠餐 那以往平常来讲比较困难 因为每个店家它也是分散的 所以你买一样东西其实它就会有运费的产生 对所以是大型的购物中心 他们有做宠餐 已经都先进宠餐再一起出比较有机会 对那像刚刚黄小姐提到说 其实爱好购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你可以买少量 跟其他一起凑又可以拿到便宜的价格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安徽的除信听友的电话 你好 你好 李杰 你好 李杰 你好 李杰 你有在网路购物的经验吗 我啊 我没有在网路购物的经验 因为我年龄大了 我不会弄 子女们小孩子们搞 你的子女会透过网路来购物 您自己的还习惯在一般商店去买东西 对对对 我年龄大了 我确实是睡了 我不会搞 除先生那你怎么样看现在的网路购物呢 您怎么样看呢 看包括您小朋友 您的孩子 网路购物看来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 这个地上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这个加大这个投资 我从这个 没什么名字让你看 还在加大这个投资 没什么啊 可能是一个发展趋势吧 因为年轻人现在大多数 都是在网路上买东西 你什么日风啊 什么的 这些梦啊 都是生活人品啊 都十分在网上买了 但是老历人呢 还是玩不来 这是一个趋势 是是是 不一样的购物行为 周先生那今天中秋节 你们会选购什么样的这个礼品呢 那当然休息呢 是月饼呢 那两个是一样的 应急的礼品那是家家户户的 每天 有孩子们也会来买这 买孝敬老人呢 是是是是 好谢谢 初先生您 好您的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电话 是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您好 您有在今年有在中秋 在网路上购买中秋相关商品吗 还是您有什么样的网路购物经验呢 就是我不会说特意的说 在节日的时候会去网购上一些东西 但是像一些就是蛮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有时候网路上面会有的啊 大概都会有会去买 网路购物的话对我来说 其实还蛮集中平常的事情 对 是的 嗯嗯嗯嗯 那您觉得买的话 您大概会买哪一些的东西 还是说是别人跟你讲的话 你会买是用口碑的话 还是看推荐呢 呃 对大部分都是看网友的推荐 然后还有朋友 就是同事之间的一些推荐这样子 对会比较多 是的 然后我买的东西 大部分也都是3C的产品比较多啦 哈哈哈哈 对3C话 那今天我们来宾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呢 你在网路上购物的话 或你有发现什么问题 呃就想要请教一下 那个来宾 是 就是因为现在 在网路上面传购的那个平台是非常多 然后其实我们在在一般消费的时候 其实都是纯粹的就是网路的购物的平台 可是问题是 网路购物平台的后面 其实出货是各个的厂商 那万一就是说出货之后的品质 或者是有一些 那些社会服务的部分 假如说没有就是如自己的预期 或者是说自己有些什么加持 或者是毁损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是就是直接找那个网路平台的购物呢 还是说要去往后面的购物的这些 出货的这些厂商来去 来去做一些那个帮助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各个网路平台现在很竞争 所以大家服务都做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收到商品是不满意的 因为台湾也有那种七天的建商期 对那就算其实有些食品其实是没有建商期 你不能吃一口 然后说我不喜欢的东西就退 可是目前台湾的厂商其实服务都做得很好 你真的觉得有抱怨 你跟他讲 其实他们都还是会愿意处理 对一般来讲也是为了保持他自己的商与 对那因为台湾服务业是真的 其实我们也算是服务业 就真的是做到已经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水准了 所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像碰到这种比较难以处理的一些 跟消费者之间的这样子的问题吗 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 因为如果是真的物流发生问题 他们也会请物流厂商负责 对不过基本上厂商都是会处理这些 因为这些是他们一定会遇到的 总经理像你们这样合购的话 比如说合购他一大堆的东西 好像假设十打好了 那我比如说我买只有买其中一打 但我其中一打里面只有几件有问题的话 或者刚好是瑕疵品的话 那这方面的话是找平台还是找厂商呢 还是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他可以联络我们的客服 也可以直接联络厂商 那我们都会请厂商要补计 可能他如果少了几件那就补计给他 那或是要做退款的处理 那我们都会因为平台的好处就是我们会多一层把关 因为消费的钱是先付给我们的 所以那个当初来号召大家一起买的那个合购那个人 他是不用他只是说他当初号召大家来买 然后分给大家之后他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他需要帮忙联络啦 因为订购人是他 所以我们才知道是哪一笔订单 对 好 看来两岸这个网购的生意呢 是可以有更大的商机可以去开拓的 而且卖的商品还真是有一些差异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是 新北市的沈信听友你好 好 进入战事中断没有关系 我想呢 刚才在安徽的这位听友提到说 老年人啊大概就是不习惯你 大概也不太会使用这个平台来购物 不过对于年轻人呢 这个购物的行为也觉得非常好奇 也慢慢也能够接受 不过真的是在台湾我想会选用 会用这种方式来购物的话 应该都是年轻人居多 其实没有耶 我们平台的年纪反而比较大 反而都是家庭主妇 那最集中就是到35到45这个年纪 那其实使用的趋势有越来越完善 其实大家也很多比较有年纪的 他也会去学习电脑 对 这整体一个发展趋势 就像刚刚除不信听友他讲的 看到年轻人都在买 他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好 那我们来接听刚刚这位是 新北市的沈欣廷友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现在那个团购啊 网路上很多那种团购 那像一般我们消费者啊 应该要注意哪一些 以免受骗也对自己比较有保障 那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从事那种网路 那种网拍或是团购 这种网路经营生意的话 应该要从何着手 然后应该要选购怎样的产品 比较会吸引现在的消费者 好 基本上 基本上其实平台上面 都会标示的蛮清楚的 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有提供退货的保障 所以网购一个好处 其实像我太太她也很喜欢网购 然后她一个好处就是 她有七天的鉴赏期 所以大家是真的是可以堕落利用 因为这是本来厂商 就会预估的成本在里面 那对于自己开业来讲 如果你是只是进商品来卖的话 其实现在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能进到这个商品 其实其他人也可以 所以几乎在我们爱河购平台上的店家 都是自己制造 商品比较多 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对 她可能对自己比较会做馒头 会做包子 会生产蛋糕 会做提阿米苏会做什么 对 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批发 或是买什么东西 其实台湾卖家的东西 几乎都是从大陆来的 对 所以如果只是用批发的角度 要来做网络的生意 是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要做市场开发的 这个部分很重要咯 是 对 其实早期很多台湾的大卖家 去中国大陆发展 后来也都回来了 因为那边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因为物品其实都是从那边出产的 所以他们拿到价格是更低的 是 总经理 刚刚谈到这边 那我有好奇就说 如果像这个网络 要来经营这个网络商店的话 我要在行销上的话 初期的话 资金也不够的话 你有什么那些建议呢 好 基本上我觉得 大家对于试吃试用 是很买单的 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成本价的方式 先来吸引一些初期的消费者 然后也可以拿到一些初期的回馈 那你的产品怎么改善改进 那可以更好 对 那等到 你发现大家买了之后 都会再来回购 那你可以再花更多的预算 那去做广告 对 因为如果你的产品回购率不高 你花更多的预算 都只是一次性的销售而已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 做起来的 嗯哼 试吃试用用一些口碑来行销 就像刚刚有一位理性听友打来 他都是看这个推荐的 这种口碑行销 总经理最后 剩下大概不到两分钟时间 可不可以请您给予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在网路上购物的话 有没有一些要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呢 好 基本上就是注意 标示有没有清楚 对 那例如说 他产品的份量数量规格 是不是如你所需的 对 那就像我讲 其实台湾很幸福 因为政府有个提前的建设器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选好 比较知名的平台 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选择有商欲的 有信誉 可以信赖平台 要看清楚网路上各种商品的 相关的说明 这样白纸黑字 就比较不会有九分 那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 不想当消费者 也想成为创业者的话 当然也可以来试试看 不过现在价格 现在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了 好 我想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爱核购的总经理 刘庆豪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中秋网路购物消费的趋势跟变化 也了解中国大陆 其实在今年中秋应急的商品是差不多 但是网购非常非常的盛行 我想在这个市场上 未来都还有很多开拓的空间 但是怎么样把这个价格 是让消费者觉得失贵 但是品质又能够保证 很多的服务做得很好 我想这也是很多业者 必须要伤脑筋的地方 要必须要发挥他的创意的部分 是没有问题 对 好 我们今天节目呢 非常谢谢刘总经理 来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析说明 也谢谢所有打电话 进来听众朋友 发表您宝贵的意见 好 以上呢 就今天两岸节节目内容 我是韩起贤 我是黄丽杰 祝福听众朋友 谢谢刘总经理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